大家好,今天是1月3号,我现在是在石井山医院,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 大家看石井山医院啊,人真多呀 这个冬天啊,不管是大人孩子,很多感冒的 我今天,我有点嗓子不舒服,这两天孩子生病了 我也跟着着急上火,嗓子发炎了 看看吧,今天上午人还少点 昨天下午我来的时候,那简直是人山人海的 然后石井山区呢,只有这个石井山医院有24小时的急诊 就是24小时,儿科有24小时的 豪洋医院的西医院区就没有24小时的 说是只有这儿是24小时的 你看这边取药的这儿也全都是人 然后我儿子现在在那边树叶呢 他爸爸陪着他树叶呢 我们家儿子抵抗力挺强的 就新冠的时候,他从来他一次都没养过 但是这回,嗓子发炎了,发上烧了 我儿子吧,跟我一样 就只要是一生病,就是嗓子疼 冬天不知道为什么流感这么严重 这刚新冠刚结束了,就今年又开始流感 然后还有支援体,甲瘤 要说这孩子们也够遭罪的 其实孩子生命还不如大人生命的 大人起码抵抗力强 这孩子一生病,大人也着急 得,这一家全病了 看看,这全都是办住院手续的 看看,这边就是儿科门这一样 人特别的多,我现在去给他们送点水 然后昨天来的时候,到下午了 下午四点来的,挂的是120号 人家是下午的120号 上午的号都没看完呢 看看,这会儿人还稍微少一点 到了下午人那么多 这边,全是输液的孩子们 我天哪 这孩子们这个冬天也够难受的 看看,我们这个在这儿输液的 给你们送点水喝 大家这个小朋友好几年都没生病了 羊都没羊了 然后这回嗓子疼上了 一发烧,一嗓子疼就发烧 一生命就是扁桃体 大家看看这人,这全部都是给孩子输液的 每个孩子都得两个家长陪同 哎呀,真希望这边病毒赶紧结束吧 让这孩子们好好过一个冬天 你看这边全部等着看病的 我的天哪 哎,这会儿人还少一点 昨天下午四点半来的 上午的号都还没看完呢 然后这边都坐不下 取药的那个大厅那儿全都是输液的 哎呀,这一个孩子生病 最少都得两个家长来陪着 要不然不行 又得取药,又得排号了 一个家长来了,根本就忙活不过来 看看这孩子们多糟醉